這些教會的改造發起了他的復興 羅馬天主教的獨切狂斷政治方面還有教皇方面 教皇就等於是皇帝一樣然後也帶領神的職務 一直到後來這些馬丁路德這些人的覺悟 一切還是以聖經為根本的教皇就是一個 並不是能代表是真正的神的意思 在天主教裡面還有一些活動 比如說我們要道解 道解以後透過神父才能擋葬 教徒不能擋葬 就是說裡面還有一些找一些涉罪件 就是說你拿錢可以來買 在教會買赦免罪的券 他說非常奇怪 那麼經過這些歐洲這些教會 這些馬丁路德這些人改造教會 那個時候就德國就有德國自己的國教 英國就有英國自己的國教 那麼這個教會裡面一直在分門別類 一直在福音的分身 一直到後來有一些生命很多派別了 那個時候還發生在威爾斯的大 英國威爾斯的大復興 在福福那齊和和這兩個城市 是威爾斯大復興的八原地 這個地方的全城的人多得救 以至沒有再可以傳福音的對象 那這復興的領導人是羅伯斯伊滿 阿貝 他是一個狂風和蛇水 那麼再來就是到後來的開西大會 開西大會是在英格蘭一個開西小鎮 那麼他的聖公會的主教貝特斯比 在開西鎮舉行為期一週的聚會 他們跟其他不同的聚會有不同的地方 他不是說專門在講述聖經知識 他要幫助信徒屬靈生長 推顧他們屬靈的心形 阿貝 所以這個從這一段 從這一段這個歐洲的教會的演變 給神在復興的過程當中的一些過程 讓我們了解 阿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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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